嗨,我是小薇,大家好吗?我一直都很好。 我是艾玛,今天也请多多关照。 嗨,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来到大家编程。 今天我们来尝试制作大家盼望已久的游戏吧。 制作什么样的游戏呢? 太简单的游戏不好玩。 没关系,简单的也不错啊。 要是用Scratch,只能制作简单的游戏吧。 并不是的。 也能制作很厉害的游戏吗? 我觉得可以制作出挺有意思的游戏。 那要看大家的本事了。 比如,Scratch的网站上,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编写的程序。 有好多程序呀。 热点程序是什么? 就是浏览Scratch网站的人们,推荐的优秀程序。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利用Scratch编程啊。 一想到是全世界的人,就令人兴奋。 大家今后也会成为世界中的一人。 呀,我都有点儿紧张了。 不用担心,其中应该也有跟你们一样的小学生们。 我也想看看外国小学生编写的程序。 这里也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小学生编写的程序。 你们慢慢找找看。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思考一下,制作什么样的游戏吧。 首先要决定玩法。 比如,想在天空中飞翔,想玩猜谜游戏,或者想用射线枪击败敌人。 这样一来,就可以决定游戏的种类,是3D模拟、猜谜,还是射击。 我想制作射击,不过也想制作一下3D。 那我们来制作抓住敌人,而不是击毙敌人的游戏吧。 这个好,比较温和。 那3D呢? 我们用3D来制作抓敌游戏吧。 听起来感觉很棒,我很想试一试。 我想制作猜谜的游戏。 制作猜谜的游戏,因为制作的人知道谜底,所以自己不能开心的玩。 那倒是。 不过,猜谜游戏不都是那样吗? 那我们来想一个制作者也能玩的猜谜游戏吧。 嗯,迷宫怎么样? 用两幅画,找错。 小微,这个主意相当不错。 比如,我们来制作一个同时能训练脑力的啊哈体验。 哦,就是画面中的一部分逐渐发生变化的游戏吧。 是的,如果每次操作时发生变化的部分不同,那么制作者也就能玩了。 原来如此。 那么,我们首先从3D游戏开始。 感觉3D好难啊。 Scratch无法把卡通人变成3D。 不过,可以把空间变成3D。 把空间变成3D是什么意思呢? 滚动射击游戏是上下左右移动,也就是2D平面。 如果加上远近,就变成了3D立体。 怎么加上远近呢? 因为2D是X,Y,坐标的平面,所以需要再加上一根轴。 从前向后,像穿透平面一样加上Z轴,将其变成XYZ坐标。 3D立体用XYZ坐标表示。 假设空间里有一个敌人,同一个敌人,他在远处和在近处时,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在远处的时候看起来小,在近处时看起来大。 没错,这叫透视吧? 也就是说,要想让敌人看上去正在靠近,只要逐渐放大就行了吗? 回答正确。 那会不会只是看上去敌人变大了而已呢? 是的,如果后面没有景色,也许会有那种感觉。 不过,如果是用透视法画的景色,看上去就会觉得是在逐渐靠近。 是什么样的景色呢? 比如,这样的景色。 以远处的一点为起点,离自己越近的景色看起来就越大。 这叫做一点透视法,绘制立体图画时经常使用。 好像在图画课上见过。 马里奥赛车的赛道宽度,越圆显得越窄,用的也是一点透视法。 此外,还有两点透视法,三点透视法。 哇! 哇! 我不擅长绘画,一点透视法就够了,看起来比较简单。 要是这种景色,看上去会感觉是在逐渐靠近吗? 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小猫的移动方式也一样。 哦! 原来如此。 绘制3D图像时,根据对象物与观看者的距离,计算对象物的大小。 距离缩短到一半时,看到的物体的大小,会增大两倍。 还有一点,上下左右的位置,也要通过计算求得。 就是XY坐标吗? 没错。 如果把这个进行编程,就是这样的代码。 用物体的大小除以它在Z轴的位置,来计算看到的大小。 上下左右的位置是XY。 如果它们的值是0,0,就和观看者一样。 所以物体看上去是直线向这边靠近。 但是,如果位置是偏离的,那么越靠近偏差就会越大。 和物体的大小一样,也用XY除以Z,来计算偏差的大小。 物体在远处时看不出偏差,越靠近就会发现偏差越来越大。 像自己靠近时好紧张,感觉好像会撞上来似的。 那这个就可以制作成,撞上后抓住对方的游戏吧。 是自己撞上去吗? 我们在自己前面准备一张罗网。 碰到罗网就算抓住,这样不就行了吗? 那么就必须上下左右移动罗网了。 游戏的编程已经慢慢想出来了。 把抓捕和罗网会动,追加到刚才的代码中吧。 应该怎么做呢? 制作一个罗网的精灵,小猫碰到它就算被抓住,然后消失。 可以用箭头键移动罗网。 也可以让罗网自己动。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罗网一直放在自己面前,自己向对方撞去。 自己所在的位置也用XY坐标的变量来表示计算自己与对方的差距。 这要比移动罗网难一些。 采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大家试着追加一下程序。 你扶鼠! 怎么样? 完成了。很简单哦。 抓住后小猫会喵的叫一声。 做得很好。 能明确表现出抓到了,非常好。 不过,小猫来到眼前,变得非常大,而螺网却很小,感觉怪怪的 你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是因为,螺网的位置在你眼前 你可以试着把螺网向后移动一点 把螺网向后移动吗? 是前面说到的Z轴吗? 是的,让螺网距离自己远一点,也就是,以小猫的Z坐标在5左右时,判定未碰到螺网 按照之前的方法显示,没有碰到螺网而逃跑的小猫,看起来就会感觉是从身边走过去了 原来如此 我们之所以会感觉游戏的动态异常 那是因为游戏与我们所想象的世界进行着不同的计算 正因为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螺网看起来显得很小 原来是有理由的 好了,3D的关键部分的编程已经完成,下面要把它变成真正的游戏 计算得分吧 如果逃跑就减分 很好 如果把得分做成变量,就能简单显示 时间怎么办 比赛一分钟抓到多少只小猫,不就可以了吗 那就制作成,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停止的方式 那该怎么制作呢 有一种时钟,可以从某个时间开始,一直计量经过了多长时间 就是调查机目中的计时器变量 变量是时钟吗 变量中有数字,表示经过了多少秒 是的 这个时候停止游戏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就来完成这个程序吧 太棒了 完成了 挺好玩的 是吧 是吧 现在,现在于想象3D空间 下次,我想制作成许多小猫同时跑过来,而不是一只一只的跑过来 只要复制精灵不就行了吗 是的,只要制作克隆就行了 什么是克隆呢 克隆在Scratch中,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复制精灵 不是点击精灵进行复制吗 不是,是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复制 所以,一个精灵就够了 那就太方便了 关于克隆的制作方法,我们以后再介绍 使用了克隆的程序,可以做出这种效果 太厉害了,好多小猫跑过来 就像真正的游戏一样 这种做法是不移动罗网,而是自己移动去抓小猫 看上去像是自己靠近小猫,小猫就会聚集过来 市面上跳起来去去空中硬币的3D游戏 也是用同样的计算方法来显示硬币的 Scratch,真酷,太棒了 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能做很了不起的事情 Scratch的优点是面向对象形和事件驱动形 又冒出难以理解的话题了 不过你会认真学习的是吧 没错,可是 关于Scratch的具体内容,我们以后再介绍 对了,啊哈体验怎么办呢 那个作为第四集的续集,我们以后再介绍吧 下次的内容是尝试操纵机器人 敬请期待 再见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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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